巴黎真的是藝術與時尚之都 巴黎的碧卡索美術館 在2009年因為改建而關閉 經過五年的時間 重新開放的碧卡索美術館 保留了十七世紀 巴黎豪宅的風貌 改善室內空間還有採光 增加了展覽作品的建樹 還展出一些碧卡索的私人珍藏 讓大家透過這些作品 一窺大畫家傳奇的人生 女人的半身像充滿著原始之美 碧卡索畫筆下的人物凝視著一方 這些都是法國巴黎 碧卡索美術館收藏的作品 巴黎國立碧卡索美術館 坐落在繁華鬧區 由十七世紀的巴黎豪宅沙烈飯店改建 1985年開幕以來 吸引了成千上萬的藝術潮勝者 經過五年的整修擴建 改善了空間和採光 原來只能展出兩百件作品 現在增加了一倍 全新風貌即將在2014年10月25號開放 比卡索美術館 是目前所有比卡索藝術作品典藏最為完整的美術館 參觀者除了可以欣賞比卡索每個階段的作品 還可以發現一些他從來沒有公開過的畫作 比卡索美術館重新開放後 繼續訴說著偉大畫家的傳奇故事